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其今朝于书欣美照撞脸偷偷藏不住赵乐斯被酸蹭热度暗赞数创新高 又聚新生到女神于书欣与赵乐斯 前年各凭苍蓝爵心汉灿烂爆红 去年两人又各自推出爆款剧 云之羽根偷偷藏不住 再度成为劲敌 于书欣进来的新剧其今朝热度爆棚 他日前更新RG灿下美照 火速获得24万赞 成为他RG人气最高的照片 不要打开留言区 大批网友都把于书欣认成赵乐斯 于书欣因此被酸试蹭赵乐斯热度 才能获得史上最高赞数 处境尴尬 于书欣2015年以古装剧 新编程浪子出道演艺圈 2020年参加选秀节目青春有女2 在赛事中元气始终维持在前半 最终以女团TH9成员身份出道 2022年于书欣与王鹤地主演的仙侠剧 苍蓝爵爆红 也让两人双双爆红成顶流男女神 于书欣凭苍蓝爵爆红后 去年推出与张灵和二大合影的古装剧 云之宇收视却不如预期 两人讨论度不如男女二成美 刘玉晓 完全被抢尽分头 再看与于书欣同位95花顶流的赵乐斯 虽是2017年才已奋情皇进入演艺圈 比于书欣凭苍兴起不晚 但赵乐斯在2020年主演《传闻》中的陈千千 就爆红过一次 2022年连推搭弹洋洋洋 无伪的且是天下星汉灿烂飞升顶流 去年与成哲远和影的田宠剧 偷偷藏不住红遍全亚洲 年底又播出古装剧神影 声势彻底碾压于书欣 虞书欣近来推出与徐凯和影的齐今招锦中人气 齐今招宇成哲远 据静伊主演的《仙剑4》不止同位《仙剑》系列 两部还上演同期对打 激起不少话题 虞书欣日前在IG上传了一族扶角拍摄并带放的甜美心照 短时间内就吸引24万人按赞 留言破2000则 成为虞书欣开通IG以来人气最高的照片 但以四音拍照角度让虞书欣长相跟平时不一样 打开IG留言区 不少网友第一眼都没看出照片中的是虞书欣 反而误认成了赵乐司 用英文留言 这不是虞书欣吧 我觉得这是赵乐司 虞书欣变成赵乐司了 我好困惑 虞书欣更因此被网友开酸式蹭到赵乐司热度才能在IG获得史上最高赞数 处境尴尬 且赵乐司跟于书欣一时三日同场出席微博之夜时 被安排坐在同一排 虽然两人中间相隔住谈见刺根白路 但于书欣找座位路过赵乐司时 两人也完全零互动 证明两人不但被外界视为劲敌 私下关系也是后不见后